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由頭跌到六尾 到星期五才有機會反彈 最主要是上星期 始終在內地方面出了評費網站連結的問題 拖累了科技股下跌 然後亦有內房 然後亦有豪賭 令整個市的氣氛上星期比較差 但剛剛接近24500附近的位置 亦知道上次接百二十個月低位之後 當然再低一點之後有個反彈 但現階段當然按照政策面 其實大家都預期未見這麼快有鬆綁的情況下 現階段在下星期都是一個反彈 但大家留意下星期一二 下來假期亦沒有一筆水 所以市預計消息面 暫時可能會沒那麼多 令港股可能還有機會慢慢反彈 但當然在短線上 如果用黃金比率反彈 其實第一個位大約25200附近 第二個位大約25500 所以若果比較好的行程 可能接近25500附近 其實到時候大家看看補了些裂口位置之後 會不會市會再有新消息 但當然過去上星期比較平穩 其實繼續有車內股份 還有電力股份 其實調整完再次做好些 另外新能源股份 其實過去上星期表現上都不是那麼差 雖然大家一起調整 但跌勢也有個轉定 而科技股份我覺得 始終在評費網站連結的情況下 其實都會比較多 大家應該都可以成功完成整改 所以科技股份其實都有一定的反彈機會 但維持是反彈的 其實如果你說炒波動區間的話 可以繼續維持著 但新星浪應該未曾出現得到